如果你在废弃的矿井中发现了烈焰人的耍怪龙,请赶快退出游戏并删掉当前的世界。 玩家和好朋友小红正在自己的私人服务器生存。 视频开始时,游戏内正值黑夜,玩家二人并没有选择入睡,他们反而决定一起去探险废弃的矿井。 因为游戏模式当前是和平模式,不需要担心在黑夜有危险,很快二人便来到了矿井,他们不如往常一样先收集物品箱内的物资。 接着二人在这里发现了异常,朋友小红好像在前方漆黑的空间中看到了一丝丝的亮光,走近后,这不是僵尸刷怪龙吗? What?小红本能的感觉很奇怪,僵尸刷怪龙在废弃的矿井出现的概率高吗? 玩家也不太清楚,但是当二人靠近这个刷怪龙时,朋友小红才发觉这并不是僵尸刷怪龙,这是恋人刷怪龙。 什么情况?什么时候矿井中还会出现恋人刷怪龙了? 玩家没想太多,直接掏出了钻石稿,破坏掉了这个刷怪龙。 小红眼看着玩家破坏了刷怪龙表示很不理解。 为什么要破坏掉这个刷怪龙?我们可以在主世界收集恋人棒啊? 玩家一想也是,但是和平模式好像刷不了啊,况且已经破坏掉了,算了算了。 可正当二人准备原路返回时,突然矿井周围传来了异响。 这像是走路的声音,玩家二人听得很清楚,这声响就像是从头顶传来的。 二人很慌张,立刻返回了住所。 两人站在住所内都很惶恐,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朋友小红推测,是因为玩家破坏了那个恋人刷怪龙,但是那声响很诡异,并不像是我的世界中原有的声音。 正当二人讨论间,下一秒朋友小红大叫了起来。 玩家赶快赶了过去,小红说的刚才透过窗户,看到屋外有一个身影闪过,他很确定那并不是MC中的动物,像是一个实体的身影。 玩家跟着小红迅速的追了出去,过来后,那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在二人不知不觉中,游戏内又下起了飘泼大雨,两人站在高台上一番环视无果后,决定再次返回住所。 也就在这时,玩家好像看到了奇怪的身影。 让我们放完画面再看一遍,这个身影像是一个实体的身影,并且他的腿很长。 玩家迅速地告诉了朋友小红,看了游戏内真的有什么不好的东西。 那会是什么?腿很长?墨影人吗?但是看着不太像啊。 最重要的是现在是和平模式,怎么可能会有MC怪物出现呢? 两人随后来到了屋顶准备查看周围的情况,玩家惊奇地发现屋顶缺少了一块栅栏。 小红表示不是自己干的,玩家后背直冒冷汗,那么也就是说有人在此之前已经来过了他们的住所,并破坏掉了栅栏。 小红怀疑会不会是服务器被人入侵了,他迅速地挂机出去查看了服务器日志,但是除了自己与玩家两个人在线,并没有看到第三位玩家的ID。 同时也就在这时,玩家看到了不远处的高山上跳下来了一个身影。 玩家已经有些害怕得不知所措了,尽管玩家与小红是两个人,但是这种情况他们也是头一次遇到。 两人是既害怕又好奇,渐渐的天色又暗了下来。 两人淋着大雨,又开始讨论那诡异的身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 小红猜测会不会是猫奖官方新加入的生物,只是他们二人不知道而已,但是不管那玩意儿是不是猫奖添加的,它的行为和样子都让玩家毛骨悚然。 也就在这时,小红再次大叫了起来。 小红说,那东西又出现了,他们朝着我们过来了。 玩家还没搞清楚到底怎么了,下一秒他就看到小红已经到达了地面。 What?小红是开创造了吗?他怎么能那么快就到达地面,而且毫发无损? 小红联盟向玩家解释,是刚刚有东西将自己拽了下来。 我去,这也太稀子疾恐了。 屏幕前的大家看到这儿你们害怕了吗? 一,害怕了。 二,拜托我超涌的。 看来住所也不安全了,二人迅速地下入到了矿井中,接着玩家用原石将这里的出入口堵了起来。 目前应该安全了吧? 玩家二人也不太确定,由于刚刚两人光顾着逃跑,也没有带床下来,所以只能在这里一直等到天亮。 朋友小红则怪玩家,都是因为他破坏掉了那个烈眼人烧坏龙,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么恐怖的事。 玩家也很自责,但是事已至此,他们必须想办法应对。 二人看着废弃矿井的方向,危险也正是从那里开始发生的,不如就将废弃矿井的入口堵住。 很快,这里的出入口全部都被玩家封锁了起来,但是一直在这里待着也不是个办法。 大约过了五分钟后,朋友小红耐不住了,他打算出去检查检查,让玩家待在这里先不要动。 玩家一个转身的功夫,小红就回来了。 他告诉玩家入口处的原石还是好好的,并没有被破坏。 所以他推测,那个身影应该是猫将新添加的MC生物。 如果是其他玩家或者奇怪实体的话,应该可以轻松地破坏掉原石的。 但是如果真的是生物的话,那么新的疑点又出现了,他的刷怪龙在哪? 两人在确定了那个身影没有再出现后,决定迅速返回住所入睡度过黑夜,但回来后,他们的床不见了。 What the hell? 小红立刻决定自己去附近收集羊毛,他让玩家先返回矿井中确保矿井内一切正常。 两人迅速地分头行动,可玩家刚下入矿井后,突然透过顶部的玻璃块,他看到了有东西就站在外面。 他迅速向朋友小红发出消息,让他赶快回来。 二人也来不及思考太多,他们决定立刻入睡度过黑夜。 或许黑夜过去了,一切危险就解除了。 但是下一秒,二人发现无法入睡,系统提示当前不是夜晚。 What? 并且系统也没有提示出生点被重置,二人随后查看了外面的天色,仍旧是黑夜,但是为什么系统提示不能入睡啊? 两人已经恐惧到了极点,前面刚能预警,请屏幕前各位胆小玩家赶快将一打在弹幕上,胆大玩家赶快将二打在弹幕上,麻烦咱们打二的保护一下打一的。 两人查看了一番后,决定继续返回去入睡,但是这次回来,床又不见了。 床为什么又会凭空消失掉,还是说那东西已经来到了矿井中,二人都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,玩家也掏出了武器,静静地等待着。 此时朋友小红想使用指令切换为创造模式,但是她发现无法使用指令,尽管自己是辅主,但是自己现在什么权限都没有了。 两人又恐慌又焦急,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,也就在这时,那熟悉的脚步声又响起了。 玩家下意识地看向了入口的方向,有身影在走过,两人都屏住了呼吸,大气都不敢喘一下,玩家知道本期视频的高能时刻即将要到。 为了不暴露自己,两人躲在了一旁,躲了一会儿后,朋友小红建议从后方逃出去,既然入口出不去了,那就挖开后方的通道,可挖开后,硬入眼帘的是一块块鸡岩。 随后二人各自分头,试图挖开这里的所有矿道,结果硬入眼帘的都是鸡岩,他们好像被困在这儿了。 不仅是脚下,连头顶都是鸡岩,看来只有一条路能逃出去了,那就是入口,现在也是唯一的出口。 两人小心翼翼的顺着梯子走了上去,上来后并没有看到那个身影。 玩家正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时,接着消息光再次传来着朋友小红的消息。 玩家迅速的朝着小红的方向赶去,说是时那时快,一声尖叫声传来,当玩家再见到小红时,他已经嘎了。 玩家害怕极了,他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,跑也不是,停下来也不是,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他本能的朝着出口跑去,跑上来后,突然他停了下来,因为他感觉身后不对劲,接着一个转身,那吓人的身影出现了。 我的妈,玩家吓没吓到我不知道,但是我肯定被吓到了。 玩家来不及思考太多,他立刻逃了出去,划着木船,逃离了住所。 接着,他迅速的删掉了这个世界。